哈囉大家好我是愛眾花宴 今天要來帶大家逛這一間田尾的 我每次都會來的一間 是我的鴨香寶之一 那這一間呢就是鳳凰花園 有田尾的家樂福之稱 那我們來看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首先呢它在外面這一區呢 就會有擺很多的盆花 大概是五吋盆左右 五吋盆到七吋盆 比如說它就有賣這個 這個呢叫做軟之黃蟬 那它這個花色呢主要有幾種 一種是黃色的一種是粉紅色 然後它這邊寫叫飄香藤 那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藤蔓類的植物 現在因為天氣比較涼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有喜歡紫色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鼠尾草 那這個鼠尾草在天氣涼的時候 是蠻好種的 它的花非常可愛 是有點紫色的 像那個薰衣草一樣 但是這個在夏天基本上是活不太過去了 這個是 石薰草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這個叫九重葛 那九重葛接下來很快就會贏到它的花季了 像這個九重葛呢 它就是做成這種吊盆的 還不錯 給你看看花 這個花我們之前的一支影片有介紹過的 它又叫三角梅 因為它這個花的樣子像三角 那中間才是它真正的花 外面其實是它的鱷片 那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很多人在種 這個叫做薑荷花 那它基本上是國外進口求根 然後在台灣種 然後直接開花 也是屬於單季的一個花卉 好 來看一下有沒有特別的 OK 這顆有開 這顆呢也是軟枝黃鏟 只是它是紅花的 這個花也很漂亮 紅花的 很紅很紅 那這個是一百塊 這邊東西真的太多了 我還是挑幾個比較厲害的 來跟大家介紹就好了 OK 這個就是軟枝黃鏟的黃色的 它這個看起來就是黃色的 所以我們剛好看過了 紅色的粉紅色 那像這個是金黃色的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看到 這個叫香水樹 這個香水樹呢 是紫色的 最近也蠻多人種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但是它的葉子本身 我覺得沒有很討喜 以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這個叫做美女嬰 它是一種很便宜的植物 但做成吊盆是比較貴一點 那你買單盆的小盆 大概就是15塊左右 那它的花色有非常多種 你看它這裡花色有非常多種 有非常多不同的花色 紅色紫色跟白色都有很多種 那我們外面逛逛 就會進來它裡面的地方 現在也進了非常多的官葉植物 比如說這裡就有這個 它這個叫做 銅鏡觀音蓮 觀音蓮的 還蠻漂亮的 那現在雖然離那個 聖誕節還很久 不過它這裡已經有開始有 那個聖誕節的花了 而且它不只有一種品種 那一般比較老的品種是 紅色的聖誕紅 然後你看一下聖誕紅外面這一圈 其實外面這一圈呢 並不是花 這邊是它的葉子 真正的花在中間 這才是它真正的花 那它真正的花 OK 那它這裡有別的品種 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應該叫做愛神 對吧 不確定啦 但是它的花呢 是比較粉紅色的一點點 是比較粉紅的 OK 那它有另外一個 這個很特別 這個的 這個的花是很 很聚起來的 比較那個 葉子是比較小的 然後是長成這樣子的 我個人蠻喜歡這一種的 這感覺很漂亮 它的 名字叫做世紀討喜 品種名叫世紀討喜 那這個就是它裡面的這一區 OK 那 青蘋果竹魚 好 OK 這裡有這個青蘋果竹魚 那現在這個青蘋果竹魚呢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一隻小苗就可以拿出來賣 呃 關於植物還沒紅之前 這青蘋果竹魚至少要到達 這麼大 才可以賣 然後大概一盆是兩百塊左右 那現在這個小苗都要賣一百五十塊 有點貴 中間這一塊呢 就是它的仙人掌區 那仙人掌區是蠻普通的 那我們就先不介紹 好 過來 過來 這個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叫做猴尾仙人掌 它的 它就長成一根這樣子 然後它都會垂下來 那牛比較明顯的 我們去看那邊的 它長大就會長這樣子 就這樣整個垂下來 很可愛 長長的 長成這樣子 猴尾仙人掌 好 我想跟各位介紹的是這一區 它這一區是它的香草區 它的香草還蠻多元的 比如說 你來的話就一定要買這一顆 這一顆叫做 檸檬馬鞭草 這個味道非常好 然後也是可以拿來泡茶的 很棒 好 那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有很多很特別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叫刺元水 像那個東南亞他們的菜裡面 都會放這一味 這個植物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重 喜歡的人就喜歡 不喜歡的人非常討厭 OK 100塊你買一顆 100塊就很棒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是當歸 當然它不是真的要採的那個當歸 真的要採的那個當歸 是長另外一種 不過它們是同一顆的植物 好 好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羅勒 連羅勒其實跟九層葛 是不一樣的 九層塔是不太一樣的 那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羅勒是十森苗 直接拿種子去剝的 所以裡面有 非常多的小苗 那你買回去 你可以把它拆成一顆一顆的 都沒有關係 這羅勒 做青醬的時候可以用 它這裡有這個 西班牙薰衣草 那西班牙薰衣草的特點 就是上面有兩個 那個鵝片會挺起來 像小兔子一樣 這個是西班牙薰衣草 那像這個 這些香草呢 大概就是一盆四十 三盆是賣100塊 還有一些很普通的啦 比如說像迷迭香 或者是這個綠薄荷 我看一下要喝什麼 這個 這個應該是要種的 這個叫做檸檬香蜂草 這個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只是它很容易長蟲 那我們種這個呢 就是可以一顆一顆拿起來種 它這個用種子布的 所以有很多顆 那我們去看一下 它中間這裡這個區塊 上面有掉東西 所以你要抬起頭來看一下 它這裡有空氣風裡 蕨類跟一些豬籠草 都是掉在上面的 它這裡有非常多的豬籠草 你看 這豬籠草因為我不是很清楚的名字 不過這豬籠草長得還不錯 長這樣子 它有不同的品種 還有瓶蓋這樣 有好多種 你看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好大 這種豬籠草好大 它有這種小小的 你看 這個也好可愛 這種小小的也好可愛 還有這個像是比較像 蘋果豬籠草的 是比較遠的這種 這個捕蟲井 捕蟲的捕蟲狼 比較遠一點的 好 它也有這種 捕蟲 捕蟲狼超大這種 這個大概有15公分左右 很大 那這個豬籠草 它其實 我覺得它賣的很便宜 像這個豬籠草 這樣子一顆才是80塊而已 我覺得它蠻便宜的 好 那這裡是它的那個 食蟲植物 比如說像這個 拼枝草 但這些拼枝草 你就要看說 它到底狀況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 因為它放在這種 開放空間養 很容易長掉醜掉 所以我來看一下 然後這裡有這個 毛毡台 那像這種毛毡台 只要放在這種 這個空曠的地方一樣 因為濕度不是很夠 它很容易就 GG了 比如說像 像這一顆 好 那你選的時候 你就不要選這一顆 因為這一顆已經有點失水了 你要選這一顆這樣子 那像豬籠草的話 它是會開花的 你看它是它的花碎 然後它的花 開完花之後呢 它掉到上面 它就會長小顆的豬籠草上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最近的價錢 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個叫做大理石竹玉 我這邊的地方看到一盆賣四五百塊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價錢沒這麼高 這邊是賣一盆一百九十塊這樣 這個超多人在買了 這個叫銀龍的觀音簾 它現在量已經非常多了 所以它價格已經慢慢回跌了 這個價格它現在是寫 三百二十塊 這是銀龍觀音簾 這是銀龍觀音簾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鹿角爵 好 有一些鹿角爵 直接釘在板子上的 這裡 這個是酸末的橙珠 比較大顆一點 剛剛我們有看到小的 這個是大的 那這個其實在你吃 法國餐廳 或者是一些西班餐廳的時候 它都會拿這個葉子來 來做裡面的一些配料 它味道就是酸酸苦苦的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常在用的這個中藥材 它叫魚腥草 它味道真的很臭 你可以稍微聞一下 很不舒服的味道 那我們去吃生魚片的時候 一定會吃到 這個叫做青紫酥 這個是可以拿來直接吃的 青紫酥 那這個就是九層塔的 它這個九層塔 也是用種子剝的 所以它裡面一顆有非常多的 這是九層塔 然後跟那個羅勒就不太一樣 它的葉子是比較平的 那個羅勒葉子會有點包起來 這樣子 這是我們台灣常吃的九層塔 它有分為青谷跟紅谷的 像這個就是青谷的 這個叫做田袋式皇城 這個我蠻喜歡的 很適合拿來做這個鋪地植物 田袋式皇城 你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它的花 你看它的花 非常的可愛 遠遠看不覺得很可愛 可是靜靜看它真的非常可愛 叫田袋式皇城 所以它這邊的這個香草植物呢 它有三寸盆的 然後還有五寸盆的 那五寸盆的就是比較大一點 那價錢會比較貴一點 那三寸盆的你就可以買很多樣 如果你是綠手指的話 我建議你就可以買三寸盆的 回去種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走那邊 你看這一個區塊呢 它其實都是官葉植物 那官葉植物我們之前拍過 也有一些影片 這邊我就不再多介紹了 好,這裡也有 那這一棵算是其中一棵 鎮店之寶 這個叫女皇鹿角爵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顆 非常非常的大顆 很漂亮 那我們接下來下來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它 會擺很多不同的植物 像它現在擺的是 有迷彩玉 然後一些鹿角爵 OK 這個我個人是蠻喜歡 而且很好種 這個叫做火焰爵 掉了 這叫火焰爵 它是非常非常好種的植物 你拿一根地下巾 就可以把它種起來了 很好種 而且很便宜 這是它的迷彩玉 它這個還蠻大顆的迷彩玉 還蠻漂亮的 這很多人想買吧 這可能很多人想買 這個大盆的一盆是1200 這個還蠻漂亮的 迷彩玉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後面了 後面就是它的重頭戲 它後面呢就是小盆花 大概3吋盆或3.5吋盆 然後呢 這些花呢 單買一盆是18塊 可是如果你買10盆 就一盆變10塊錢 所以一定要買10盆以上 然後它這邊會有這個 小推車 你可以推這個小推車 小推車來買 很開心 好 那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芙蓉 我個人覺得它這個芙蓉 是非常用心啦 因為芙蓉呢 它下面的葉子 如果長起來的話 會讓整個很稠稠 可是你看它這個芙蓉 它下面是摘得非常非常乾淨的 所以它是整個 形狀也都還不錯 像它這種 小品的芙蓉啊 它也都把它弄得很漂亮這樣 然後它一樣有賣一點點的 小菜苗 像這個 這個就是秋葵 它知道秋葵嗎 秋葵 那這個就是 九層塔 這個就是紅谷的吧 我不知道耶 應該可能是紅谷的 這個九層塔就是紅谷的 那這個就很便宜 這個這麼大顆10塊錢而已 要買10盆 10盆就10塊錢 這個 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個是馬茶 馬茶 這個花 香香的 而且它的花會開滿整片 那像這邊就是一些草花 這個就是 這個天使花 然後這個就是鳳仙花 它這個 它們這邊的植物原則上 都有噴一點矮狀樹啦 所以看起來比較矮 然後都是用頂牙牽插 牽插完之後就直接開花 所以看起來都很緊密這樣子 你看看這就是鳳仙花 鳳仙花很特別喔 它有一個很長的花句 這根是它的花句 鳳仙花 來看看這一塊 這秋天了就一定要種這個是中國捷梗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歡 雖然說捷梗花是多年生植物啊 不過在台灣基本上是很難月下的 但是它因為它也很便宜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直接用買的就好了 那像這個就是日日春 這是很常見的日日春 顏色有非常多種 這是直立型的日日春 最常見的 有紅色的紫色的白色的這樣子 這裡有一塊是種這個 福桑 福桑花 這是我們以前說的頂阿輝 因為以前常常會把這個花種在頂阿咖說叫頂阿輝 這個叫福桑 這裡有一朵比較漂亮的 看一下 它有品種有非常多 其實這個在溫代地區賣很便宜 因為台灣非常的適合種這些福桑花 所以都長得 都賣得很便宜啦 這個一盆才一百塊而已 這麼大顆你看 所以種一些台灣很適合種的 它就會很便宜 那裡有一顆很漂亮 我們去看一下 看 這顆福桑花 這顆福桑花它的中間是紫紅色的 很漂亮 OK 好 來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叫紫珠 它叫紫 它寫紫天珠 我看一下有沒有比較漂亮的 這個好 看這個 你看喔 它開花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事實上它不是看花 它事實上是看它的果實 你看 它的果實是不是超漂亮 紫珠 它可以長成很大型的喬罐木這樣子 這個蠻漂亮的 紫珠 你看它這裡有掛一些東西 這個是沒有在賣的 這個是兔角爵 來仔細看一下 它這個下面的這個 甲鏡 是不是像小兔子的小小小小小小小一樣 很可愛 吐角爵這樣 那種起來非常漂亮 那它裡面有種一些大橋木 但是是景觀所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顆 這一顆是花旗木 就是泰國櫻花 開花的時候非常漂亮 好 然後這個是 呃 風鈴木 這兩顆是風鈴木 OK 那這個就是火焰機關花 這個種整片的也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是火焰機關花 看一下 火焰機關花 它開花的時候就一串一串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哦 這裡有茉莉花 那這個茉莉花是 蟲瓣的茉莉花 有點像玫瑰 很漂亮 而且其實茉莉花並不是非常好種 很多人會把它種死 欸這很香耶 好 這個 大家知道這什麼嗎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植物 它叫做碎花旗盤角 它的 我看一下它有寫 這裡有寫 而且名字應該寫錯了 是這個碎應該是 呃 花碎的碎 不是碎掉的碎 好 那大家看到另外就有這顆 這顆是這邊很很漂亮的一棵樹 不過現在不是花旗 這顆叫席葉藤 叫許願藤 它的花是整個都是紫色的 非常的漂亮哦 開花的時候 這裡我還有一朵 來看一下 你看 它開花的時候長這樣 非常非常可愛 那 在花旗的時候 它就是上面整片都是紫色的 很漂亮 而且它的花旗非常的長 單朵花 就算花已經枯掉了 掛在上面可以掛兩三個月 很漂亮 好 那最後這一塊呢 它有一小塊的這個 水生植物區 有種一些鴛尾啊 一些碎蓮荷花等等 像 碎蓮在這裡 這是 它的碎蓮 那碎蓮很便宜啊 一顆才一百塊而已 這是它的碎蓮 一顆才一百塊而已 這裡有開的 碎蓮 一顆一百塊 還有荷花 荷花 這些是一些荷花 荷花荷花 這裡有開 這裡有開 一些荷花 不過荷花的季節已經過了 已經秋天了 好 然後這裡寫錯了 這個是木賊 木賊 大型的木賊 這個一個是320 這個比我在台北看到的便宜很多 台北這樣大概賣七八百塊 這個是一種蕨類植物 大家可以進來看一下 它有花粉 有看到嗎 它是一種蕨類植物 這是它的孢子 這是它的孢子 它真正的葉子在這裡 看到嗎 它真正的葉子是這個 它真正的葉子在這裡 很可愛 它葉子幾乎完全退化了 這個是非常高級的插花植物 然後這個是沙草 這是印度人做 古印度人做子 就是用這個沙草 沙草 現在是我們很常見的 水生的植物 這個很大顆你看 埃及沙草 非常的大顆 大概有兩三公尺吧 很大 好 那最後呢 我要私心的介紹一下這一顆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這一顆 叫做愛玉 他進來看一點 你看 有看到嗎 愛玉 這是真的愛玉 很可愛 長好多 長好多 其實愛玉並不好重 其實年紀要夠大 他才會長得比較好 他這一顆是長得很好的 長得滿滿滿滿的愛玉 愛玉子 好 OK 以上呢 就是跟各位分享 我的來田尾的口袋名單之一 我一定會來這一間 這間叫鳳凰花 花園 田尾的加樂符之稱 那原因它的花的種類非常多 不管你是要買小盆花 或者是那種香草植物 或者是三寸小苗 或者是大型的植物 或者是果樹 它全部通通都有 然後很齊全這樣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的小盆苗呢 一盆是18塊 但是如果買到10盆以上 就一盆變成10塊 非常非常的划算 所以 要買買之前呢 就是 你就要抱著一個心理 就是我一定要一次買10個 因為這樣子才會比較划算 那整個園區呢 是非常非常平整的 就算你是 有坐輪椅的 或者是老人家 也都非常適合 那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 這個田尾必來的一間 園藝店 它叫做鳳凰花園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是愛中花的一眼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就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中花的一眼 這是一個人教你 如何變成綠手指的頻道 那這個頻道呢 我主要會分享 繡球花 紫藤 和玫瑰的一些種植技巧 歡迎訂閱 並加入花粉的行列 那如果你有其他 任何有關食物的問題 也歡迎到 Fastbook或Instagram 提出疑問 那我們在影片當中見囉 我們在影片當中見囉 也許我可以在影片當中見囉 我也有一個本領